德雷蒙德格林坎乔莱布隆詹姆斯 巴斯A费洛克莲特奥夫里奇保尔 2. 本西蒙斯、特里斯坦汤普森和埃里克布尔索 最近这6个月,里奇保尔陆续签下多位NBA球员 包括安索尼·戴维斯、莫里斯兄弟以及即将签约的德雷蒙德格林 亚户索尔斯、戈尔登斯泰斯塔德雷蒙德格林克洛塞托桑宁威特里奇保尔奥夫克奇斯波茨 HTTPS冒号双斜杠T.CO-TUPUK92XTM9 克里斯海恩斯地址符CHRISBHAYNES地址符 2019年2月23号即将年满29岁的德雷蒙德格林在2015年夏天和勇士完成了一份5年8200万的续约合约 本赛季的1747万之后,2019-20赛季还有一年1854万的合约 本赛季格林的状态出现大幅下滑,不仅因为伤病缺席15场比赛 而且场均只能拿下7.2分、7.5篮板和7.3次助攻 投篮命中率为42.6%,3分命中率只有25% 所有数据几乎都达到他进入先发以来的新低 而且今年也在连续三次入选全明星后第一次缺席 加上他本赛季和杜兰特产生的对内分歧 有一部分记者和管理者认为,为了留住杜兰特 勇士有可能会选择放弃格林、NBA卢莫尔、德雷蒙德格林伊斯克洛斯 伊托西林、李奇、宝尔、阿金特惠、雷普雷桑子、莱布隆、詹姆斯、 安索尼、戴维斯、HTTPS、冒号、双斜杠、T点、CO、斜杠、OVU、SPA、MV5、JGPI、4点、TW、ITT、E2点、COM、斜杠、POBHV、VL、VG6、沃里尔、MBCSD指幅、MBCS、W、A、R、R、I、O、R、S、D指幅、2019年2月23号而格林在2020年合约到期 在这个时候选择更换经济团队,目标也很明确,就是在2020年夏天给自己谋求最大的利益 改换李奇·宝尔也可以帮助格林在今年夏天就给勇士施压,以争取更多的权益 大家都知道,李奇·宝尔是莱布隆的御用经纪人 他过于激进霸道的谈判方式虽然让全联盟管理层都感了反感 却是球员们的福音,再相继为特里斯坦·汤普森和JR 史密斯拿到大合约之后,便有多名球员选择转投他的旗下 除了进入联盟就加入的西蒙斯之外 小乔丹和沃尔都是中途转投李奇·宝尔 而在不久前,安索尼·戴维斯签约李奇·宝尔 并迅速转换立场,主动提出交易,虽然说在之前的总冠军赛争夺中 德雷蒙德·格林和莱布隆一直处于矛盾的对立方 但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 也许在不久后,我们就能看到格林和莱布 并肩出席一些场合 而李奇·宝尔也会尽可能为格林争取更多的利益 莱布隆阵营即将迎来新的好兄弟 虾动网纳好友,重大体坛消息不错过推荐阅读我不够格吗 追梦训练中模仿萌神明星赛背扣 差点就被克尔痛骂一顿字母哥追梦故事 曾害怕到睡球场不敢回家 因家人签证只差一步要回希腊影关键字 德雷蒙德格林黑德莱恩斯里奇 保尔胡人签约交易金州勇士